嗨 大家晚安 欢迎收听今天晚上 晚安 竹竹真心话 我是刘瑞琪 今天要跟大家谈谈 善意的谎言 我们从小都有大人告诉我们说 不能说谎 但是身为父母亲的我们呢 是不是有些时候 也会对孩子们说出善意的谎言呢 就像在三只小猪的逆袭中 身为百货公司的董事长夫人 许玉琪的我 为了让三只小猪都能够拥有 跟大家相同的价值观 所以我跟剧中的老公 竹竹就编了一场戏 欺骗他们说 我们一戏破产了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 这是当然不可能的事情 那可是呢 戏剧嘛 他就必须要浓缩一些事情 来寓教于乐 就是我们这个三只小猪 演了一个一戏破产的戏嘛 希望借由这样子 让孩子们从奢侈的生活 富有的生活里面 落入凡间 变成平凡人 让他们亲身去经历 原来他们所拥有的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很多光是一口饭就要靠自己的努力来争取得来的 在外面上班又必须要看人家的脸色了 当你破产了以后 你不是附加千金的时候 你的婚姻是不是还能够维持这么的神话故事般的完美呢 所以呢我们就很下心的扮演了这样的一个戏嘛 虽然蛮难受的 可是我们是为了爱我们的孩子 希望他们能够扶底抽薪 真正的茁壮起来 话又说回来了 就是说以我自己刘瑞琪来说 我也曾经说过善意的谎言 我们早期工作的时候非常的累 在外面吃了很多的苦 受了很多的委屈 回到家的时候也是永远光鲜亮丽的 爸爸回家了 妈妈我也回来了 然后呢有时候也自己躲在房间里面 去思考去伤心 像我也记得我的姐妹的孩子吧 那有一次呢就回到家里就说 哇他们学了一手好手艺 想要绊豆 要给家里人吃 做的丰盛的晚餐给我们吃 哇我们大家好期待哦 然后他就一个人在厨房里面 忙啊上啊忙上忙下啊 叮叮咚咚咚咚咚咚 终于大餐出现了 我们大家哇拭目以待 吃的当然这个口味好不好呢 有些做的真的很不错 好好吃 那有些真的差了一点 可是呢看到孩子充满期待的眼神的时候 我真的不忍心跟他批评指教 我都说哇好好吃哦 是的我撑死了 你下一次一定可以成为 最棒最棒的天才厨师了 这是一个我的善意的谎言 那可是如果孩子 他的立定目标 是要往这个方向要发展 他要成为 真的要成为一个厨师的时候 我就会慢慢慢慢的 说出我的真心话 可是不要一针见血 不要一下子就把他的信心给击溃了 好的包扁都要共同的掺杂的使用 让孩子不会一下子就受到很大的打击 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谓的善意的谎言 对所以在三只小猪里面 这三只小猪知道 爸爸妈妈弄了这一个巨码出来 他们发现以后 他们虽然可能会有一点点震惊 或是有一些些的不谅解 不过我对我这三只小猪是非常有信心的 因为他们三个都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下长大 最终他还是会知道 我们爸爸妈妈是为他好的 我们是要磨练他 恨铁不成钢 所以才要使出杀手绝 不过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能不说谎 当然是不要说谎 那如果真的会伤害到别人的自尊心的时候 或是说会让人家陷入低潮 让人家担忧的时候 我们可以试着说一点善意的谎言 可是这个善意的谎言 绝对不可以是太严重的 会伤害性的 还是要慢慢的用很正确的方式 很真诚的爱说出真心话 以上就是我对 说谎就是说谎 真的有善意的谎言吗 的看法 好了 今天晚安猪猪真心话 就说到这里了 记得要好好的看我们的 三只小猪的逆袭 希望给你带来满满的真能量 还有最重要 瑞奇姐要给你们满满满满的爱 祝你们有个好梦 晚安